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 在杭州和北京两地的那场海峡两岸钓鱼比赛 以台湾钓手的大获全胜收冠 比赛的结果震惊了大陆钓界 一时激起千层浪 大陆钓界掀起了学习台湾钓法的热潮 将比赛的失败 作为自己弃旧徒兴迎头赶上的历史机遇 这些更多的人在跟着他们在不断地学 师父带徒弟 徒弟再带徒弟 就这么一代一代的传承 使这种钓法在我们祖国大陆 就是说迅速地普及 1988年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九个年头 有着悠久锤钓历史的中国大陆 第一次正式敞开了自己的大门 同年11月 台湾钓鱼名人肖春平先生来到广州交流钓记 之后成立东郡公司和办学招生 成为了他在大陆推广台钓的两大举措 一些钓鱼爱好者得知后 纷纷纷前往广州学习 当年比赛中困扰大陆选手的谜题 渐渐渐渐被解开 台调的精髓就在飘与坠的关系上 那么如何调飘开始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 找杰主选准调法的一些调授 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从电视 从录像资料当中 从平面媒体当中 包括杰主造地选拆调法的调优当中 得知了挑死调儿的这一说法 直至经日 浮漂的使用依然是垂钓过程中最为深奥的艺术 它的学问在于 当遇见不同的天气 不同的水域 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舆情 浮漂的使用都有着不同 那么该怎样去掌控浮漂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人们对调调的技巧越发降旧 当我们走进涉及玄缀调法的群体 或者单个调于人时 总是习惯性地问 您是如何调的 此时 相当一部分调友会习惯性地回答 调四调二 在这一问一答间 吐露着调调的惯性 然而 做出回答的人 不一定是真正的调四母调两木 尽管如此 但是 涉及玄缀调法的调鱼人 都基本以调四调二为开始 这部分群体并不见得真正的会设定调墓 可在实际垂调中 却会按照调四调二的形式来进行 大家在调四调的实际云用中 说产生的这个疑惑 是四和二 这两个数字的链接 是我们在吹调式 这个形成的处境模式 四和二 两个看似简单的数字的拼接 成为了开启调语调之门的钥匙 延续千年的传统调 渐行渐远 玄缀调的课题 在街头巷尾 开始被大陆调友纷纷议论开来 人们想尽办法去研究 这新型的吹调模式 调四调二 开始化身为调调的杠杆 以燎原之势开始蔓延 浮飘就此 开始成为了 钓鱼人的监控水底的指向标 我们认识 这一颜柱的调法用的瓢以后 第一款瓢也就是这样的 过去我们叫做小红头 但是标尾当时在我的思想记忆当中 是外径一毫米 什么叫外径一毫米 就是标尾的外径一毫米 但是今天这个大概在1.1毫米上 不是那么标准 当然我会给大家看后边更细的一些瓢位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就有这一种 你没有说我给你换个瓢位 大家也不会换 也不懂换 当年那场推动大陆调解变革的比赛 已成为尘封王室 成王败寇就在那一飘一坠之间 旋坠掉 走进千家万户 二十年后 各大赛事群雄逐鹿九州战火 风烟四季 吊手们把飘比喻为枪的准星 直指水底 如今 琳琅满目的浮飘 已经可以满足锤吊者们 多元化的调飘需求 而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外径一毫米的现代浮飘 已经是浮飘发展史中的质得飞跃了 相对于传统调中的七星飘和筒飘 更加的灵敏 如果说七星飘和筒飘 只能够发现鱼吃饵的信号 那么 现代浮飘 则可以观测 鱼在水底下的每一丝脉动了 那个时候钓鱼 我们可以想想 挑死母钓两母 为什么能形成挑死 为什么能是钓尔 是怎样具体操作的 调木的出现也伴随着坠的发展 当坠的下沉重力 与飘的浮力 以及飘与坠之间的距离 达到一定平衡时 调木的说法也就随之开始了 有相当一部分炸血旋的地方发展 它是这样 就是把钱倒地 这样往下拉瓢 就叫跳死母 一直在水面上露到死母以后 你看 现在是死母 这就叫跳死母了 对是错 我想大家都非常明白 现代工艺的浮飘 大多为巴尔山木 与孔雀林所制作 飘尾一般为石星 旋坠掉的产生 使调掉出现木的概念 所谓木 就是飘尾上 所划分出的每一个小格 在浮飘的调整时 前坠 线组 太空逗洞配件 如何与插飘座 做出相应配合 浮飘又应该被怎样控制 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效果呢 真正的 就是我们在钓鱼过程当中 这个瓢 插飘座 是不是上边这个太空洞和下边这个太空洞 锁死呢 锁死 大家看一下 我把它锁死 锁死 它会参生什么 这个 就是这个 插飘座 完全 它会 有点 别紧 那么我们应该 说这个 太空洞和这个插飘座之间的距离有多少 你只要能 用盐能看出有一点 距离 就可以了 不能大 但是呢 也不能丝丝的把这两个洞 不能丝丝的把这个插飘座 夹住 就这样就可以了 是吧 你看 你这样看呢 有一点 有一点点的距离 就行了 因为 复飘 它需要这样往上站 这样往上站 你要掐太紧了呢 它就会导致什么 导致这个 这个太空洞 成了横的了 因为它黑 你看看 我坐一下 你看看 你看 现在这个太空洞 是什么样的 就是 是一个 斜的 如果说我们 打开一点距离呢 就是有一点距离 你看 这个太空洞啊 就成了质的了 这样啊 也是一个细腻 也是一个细节的要求 就是为了 从各个方位 各个部位呢 都 这个做到 非常的 席致 为了不影响 争讨 先祖 在于齿尔的过程当中 参生 这个 祖礼 所以说 在这个 叉超 苏尔 和两个太空洞 之间啊 也有一定的 我看 就像我一样的 我一样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在任何调调之前 水深的测试非常关键 这影响千坠与漂的关系 影响着整套线组的搭配 水深 我们现在这个说明了什么 现在我们的千坠已经倒底了 板水是什么意思 板水就必须是 千坠不能倒底 两个狗不能储着底才叫做调调 所以我们现在拉起来 现在嘴子是悬着 狗也没倒底 这就叫板水 比方说这个水深 现在这是80公分 我们应该狗里的20公分 30公分 应该说是最好 所谓的板水 并不是说你在80公分的水深 你在40公分 就是狗到40公分 才叫板水 或者5米的水深 也不是说我在2米半的地方 叫做板水 是关键 你根据它的水深 把漂微到狗里 狗到地狗里 这段距离 只要是不让它出地 比方说从狗 从这里 从这里这个狗 从下狗 到上面这个表尾 到上面这个表尾 这段距离 中距离 只要不要超过水深 就成为板水跳表 在板水跳表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一个什么 你不能说 我刚才讲了 说是5米的水深 你如果要是在2米半的地方开始跳 那么会有什么现象 你会忽视了显重的一个现象 如果现在我们用0.8的子显 粗漂微这点显重 还体现不出来 如果我们用粗线 用现在的 经常用的这些实行为的漂 那肯定有很大的这种差别 那么我们可以到野外再进行实验 现在咱们可以说 开始板水跳表了 这现在就是这个位置 可是咱们跳的时候 你看 它跟着 它撑下去了 它撑下去了 为什么 因为是钱重了 我们得进行坚钱 板水跳表 就是把钱皮剪掉 所谓半水调漂 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 勾与千坠 正好处于一半水深的位置 而是漂尾到底勾的部分 不让它触底 从勾到漂尖的总长度 不超过水深 当然 要做到勾与千坠 悬空离底 则需要不断地修剪千皮 调整千坠的重力 与浮漂的福利相平衡 最后完成规范的 半水调漂 这半水调漂啊 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通过半水调漂 我能够得知 我在正常的垂钓的过程当中 我只要勾上的两颗耳没了 我的鱼漂 一定会回到我的调木上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